朋友们好 很高兴我就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使用PureQt开发Windows GUI程序 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使用Eric开发PureQt程序的过程 也熟悉了,简单的熟悉了一下Qt摄影师的使用 最后我们学习了一个比较简单的Label空件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下一个空间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学习目标 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一个空间 就是Button空间的使用 也稍微讲一下交互 Button空间主要是按钮 它主要就是用户发出的请求 比如说提交、确认或者取消 那么用户提交这些请求之后 程序要做相应的一些处理 我们今天这个学习目标 就是学会Button空间的使用 然后初步了解一下PureQt的信号语槽 这个信号语槽是一个Qt的很引以为傲的概念 或者是它这个GY的实践驱动方法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初步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信号语槽 然后我们要掌握在Qt设计师下面编辑这个信号语槽的方法 最后呢我们要把这节课的例子和上一节课综合起来 这个实现Button和Label空间的这个联动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一项 这个Button空间也就是说这个按钮 它主要是用于这个用户提交确认 或者是这个关闭窗口等情况 那么按钮空间呢它不像Label空间 Label空间呢你直接把它改成你想要显示的文字 放在这就可以了 这个按钮空间呢就需要有相应的这个事件处理函数去处理 处理这个用户的这个点击啊 或者是这个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事件 然后去实现特定的这个功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去使用这个Button空间 首先呢我们还是启动Eric 好我们稍微等待一下这个启动界面 打开之后呢这边是空白的工程 因为我们上一次的课程已经新建了一个工程 所以我们从这个project的形象里边 有一个第三项叫Open Recent Projects 就是打开近期的工程 好我们选择这个选项卡之后呢 它会自动弹出我们近期新建或者打开过的工程 那么我们选择一下上一次课程我们新建的工程 叫MyPiQtTest 好单击之后呢这个工程就加载出来了 然后我们直接切换到这个窗口编辑的这一页 那么双击这个UI文件 程序会调用Qt设计师帮我们打开这个UI文件 好打开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是我们上几课这个布局器和这个Label的空间的使用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要讲解的是这个Button空间 好我们将从左边这个空间栏里面找到这个Button空间 这个Buttons下面有很多个 有PushButton,ToolButton,RedoButton,CheckBox,还有CommandLinkButton,还有这个ButtonBox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首先讲解这个PushButton 那么后面的课程呢会接触到这个RedoButton或者是CheckBox 这个我们顺带来就讲一下 因为你会了RedoButton之后这个CheckBox也就自然的就会了 那么我们拖一个PushButton过来 放到这儿 顺便提一嘴哈 我们上一节课呢虽然讲了这个 这个四种这个布局器 但是呢大家可能 我上一节课可能没有提到的就是说 咱们最开始的那种就是不用布局器直接拖放 拖过来放在这儿 这种其实也是一种布局叫绝对位置布局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窗口的大小已经固定了 我们点击一下 在这边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可以看到我们主窗口的大小是800x600 然后在这个800x600这个面积上 我们拖动这个空间随便的摆放到一个位置 实际上这就有一个确定的坐标 那么这种叫绝对位置布局 绝对位置布局呢 有好处就是它非常方便 它也不用管这些布局器呀 不好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想拖两个空间 并且对齐这样可能就比较麻烦 我们还得看半天对齐这个网格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图方便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绝对位置布局 如果是想这个不想手动去管理这个布局的话 就直接放这个布局管理器 它会为我们直接间距啊间隔啊都会跟我们调好 好 我们现在拖了两个 拖了两个这个空间上来 那么我们点击保存一下这个UI文件 然后回到这个Eric界面下 把这个界面编辑一下 成功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UI界面 点击F2去运行一下这个界面 看一眼 好 这个程序已经运行起来了 那么 Label呢 只是作为显示 大家不会去想对它做什么事情 但是这个放了一个PushButton呢 我就总想按一下 可是按一下呢 又没有什么效果 这个就是比较纠结的一件事啊 我们插掉这个程序 回到这个Qt设计师这个界面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怎么能让这个Button点击的时候有一点动作呢 有点反应呢 不能像一个Label一样 只是在那看着用的 而点击的时候没有任何作用的 我们这里要讲一个 这个PureIQt的这个信号与槽的这个概念 在这个窗体这里 不是那个 编辑这里 我们现在默认的是这个 编辑窗口部件 所以我们把它切换到 编辑信号与槽 点击这个编辑信号与槽 好 然后我们把鼠标移动到这个Button上 发现它变红了 然后我们单击鼠标左键 然后拖拽 拖拽之后发现有一个接地的这个小符号 学过电路设计的人可能都认识这个符号 接地的这个符号 然后我们松开 好 弹出了一个界面叫配置链接 那么左边呢就是这个PushButton所支持的这个发射信号的方法 这边相当于就是说感知用户的这个动作 那么我们看哈 它有Click的还有Click的Bull 这是一个Bull字 然后Price的Release的是释放 Price是按下Toggle的就是出发 那么我们点击这个第一项就是Click的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发射出一个信号 那么这边呢 MimWindows这边应该有一个 槽函数去接收它发射出来的信号 不然的话相当于说我们发射了一堆信号 但是没有接收 这个信号等于没有发送 那么这边什么都没有 我们勾选这个 显示从QVidget继承的信号和槽 这个继承呢是 面向对象的一个属性之一 这个面向对象有三大属性 封装 继承和重载 这个基础知识呢 也不想过多的去解释了 我们勾选这一个 显示从QVidget继承的信号和槽 然后呢 这边就出现了很多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 选择第一项 Close 然后点击确定 好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是已经把这个 用户点击这个PushButton这个事件发射出来的信号 由相应的这个槽函数去处理的 这个槽函数就是Close 好 我们现在保存这个界面 回到这个Eric4下面 编辑这个界面 使刚才的这个更改生效 然后很显然 你点击这里 它会告诉你Reload 就Reload了一下 然后我们再运行这个界面 好 现在我们尝试一下 点击刚才没有编辑过的这个按钮 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们点击上面 我们设立了信号和槽的这个按钮 诶 程序就这样关闭退出了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使用QT Designer编辑空间的信号与槽 那么首先要切换到 那个空间编辑模式 到信号与槽的那个模式 然后呢 拖动连接这个信号 然后选择相当的这个槽函数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演示的这个过程 我们现在这个 你看这个 我鼠标点到这个空间上的时候 它显示的是红色的背景框 这个就是说明 现在这个模式属于这个 信号与槽的这个编辑模式 我们点击这个编辑窗口部件 它就回到了这个 我们默认的可以拖拽空间 到这个GUI上 布局的这个状态 那么我们 刚才只试了一个close函数 那么如果 我想 让这个点击按钮的时候 它不退出 而是 干一点别的事情 那么我们还继续回到 这个编辑信号与槽的这个状态 我们拿第二个按钮做测试 Click的 然后我们看看这边还能有什么 可以让我们显示的 这个窗体呢 除了关闭之外 还有 Hide LowArise Repeat SetFocus 还有 售 这个窗体的售函数就是显示这个窗体 那么这样吧 我们把它显示成 Hide吧 然后看一下这个这样会有什么效果 这样为了保兴起见 我们再加一个按钮 然后把它的草函数变成 瘦 就是显示这个窗体 或者是就这样的瘦吧 我们回去编辑一下这个窗体 成功之后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第一个是关闭 第二个是隐藏 好 看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之后呢 这个窗体已经隐藏掉了 那么隐藏掉了 只是我们看不见了而已 也不是说它就消失掉了 那么我们 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个窗体了 所以我们已经没法操作了 我们只能把这个程序停止掉 点击这里 stop script 就停止脚本 好 这样这个后台运行的那个程序就被我们 解除掉了 那我们因为这个 一点击之后就隐藏这个可能不太方便我们体验这个 我们把它改一下 改成一点击就全屏打开 然后这个点击 这个操控数给它改成 一旦点击就最小化 这样我们看起来就会只管一些 编译这个UI文件 然后reload it 再运行 好 现在这是普通大小 我们把它变成全屏 看到这个整个GUI已经全屏分布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自小化 自小化之后在哪呢 在下边这个猜栏下就可以找到 然后就回来了 自小化 那么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大小设置成还原的那个草函数 所以它现在只是最大和最小两个状态 我们还是要在这把它关闭 然后呢 我们在这再加一个按钮 费机成果部件再加一个按钮 加第四个按钮 这样我们为了区分这些按钮的功能 把它改一下名字 改这个PushButton的这个显示呢 很简单 就直接双击就可以 或者在右侧属性栏里面 它那个text的属性里面去改 这个功能是关闭 这个是全屏 刚才这个是 忘记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最小化 这个是恢复 最小化 恢复 好我们把最后一个按钮的这个槽设置一下 点击之后呢 我们就show normal 好开心的回到了埃尔克界面 然后编辑成功 然后我们重载 重新加载啊 这不是明显推向那个重载 然后运行 好 全屏 恢复 恢复 自小化 全屏 恢复 然后关闭 嗯 好 现在我们所有功能都已经正常了 好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编辑成功不见这个状态 我们看下一项啊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这个使用Qt Designer编辑信号 一槽 那么并且知道这个信号是由空间发出来的 并且是 呃 有必须相应的槽函数去接收这个发出来的信号 并且执行相应的操作 这个操作呢 你可以对GUI本身进行操作 也可以去进行其他的额外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跟GUI无关的事情 那么 啊 这是我们初步的接触了一下这个Qt 或者说PiQt的这个信号与槽的这个模式 呃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怎么让让这个button与label联动 就是我点击这个按钮 也不关闭窗口 也不也不改变这个窗口大小 而是去改变一个label 我们再拖一个push button上来 取个名字叫更改 然后我们编辑一下他的这个信号与槽 把这个 呃 信号直接指向这个label 好 我们还是这个选中这个click的这个信号 那么这个槽函数选择什么呢 槽函数我们选择 Qlabel的这个里面 里面有一个 clear这个方法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clear之后会把这个label变成什么样子 编辑这个文件 重新加载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这个脚本 好 检查一下 全屏回复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选更改 好 我们发现这个clear的这个方法的作用就是把这个label上面的文字清零 那么这样就实现了这个button空间跟其他的空间这样一个联动 就是button发生了信号 那么槽函数处理之后呢 接入到这个信号处理之后呢 就把这个处理 处理的作用作用到了这个label空间上 那么我们可以不点这个x点击这个关闭来关闭这个gui了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button空间的这个使用 但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后面呢 我们会随着这个课程的深入呢 会继续讲解button空间更多的这个操函数的这个使用或者是处理方法 我们这里呢 是用gui的方式去拖拽 但明显看出来这个不是很方便 那么因为它只能操作这个gui布局上面的这些空间 并且有的方法呢 还不是很灵活 我们后面呢 会用这个代码的方式去实现 这样呢 会不会限制我们这个使用button空间的这个实现各种程序操作这个方式 因为我们这个gui只是一个展示界面给用户看的 那么点击按钮之后呢 那个后台可以做很多很多操作 这些都是用户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的重点呢 是在后台那个操作上 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button空间的这个课程 以及这个信号与槽的这个编辑呢 就讲到这 那么后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呃 客户练习给大家说一说 呃 大家可以第一个尝试编辑这个button空间的信号与槽 实现点击按钮 推出界面啊 这个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 然后呢 大家可以做的其他的 试试其他的这个 啊 操汗数有什么功能 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因为这个呢 不是我们的主要的这个编写方式 所以呢 我就不继续给大家细讲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体验一下 然后呢 就编辑button空间的这个信号与槽 与label空间联动 实现更改label空间属性 呃 这个呢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做一下 如果那个 label空间本身提供的这个操汗数里面 没有这个更改空间属性的这个方法的话呢 那可能只能用我们下一节课所讲的方法 就是使用编写代码这种方式 因为它从goi 从goi 脱拽信号与槽处理的这种方式呢 毕竟是功能比较受限 呃 也确实是功能比较少 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我脱载进来的话 click下面就有clear close 然后delete later 和hide 这就不是把它隐藏了 blow是把它那个变成小写的 就把第一个代这么t变成小写 然后repaint就是再打印一遍 setfocus就是设置这个焦点 show就是显示 下面这些都是对这个窗体操作的 update是更新 这些可能是 我们可能只能改变这个了 这个期间给大家放点水 只能改变这个了 就让它变成小写 好那明天呢 我们会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 qt的这个核心概念 就是这个信号与操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